新疆广惠飞虎俱乐部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和新疆广惠事业集团公司共同组建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 新疆南南美赛季都是联赛与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在CBA是名副其实的强盾 经济决定实力 在地处西北边陲的角落里 有一颗异异生辉的宝石横空出世 新疆广惠事业集团公司 世界五百强 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力的支持 这麾下的新疆广惠飞虎俱乐部 这些年新疆南南给我们印象就是不差钱 几乎每一个休赛期 每个重量级的转会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从当年的巴克尔、薛丽阳 到后来的张庆恒、唐振东 从吕晓明、金丽鹏 到刘伟、孟朵、苏伟 从罗许东、李根、周琦 孙同林到李雪林、王子瑞 到今天的曾令旭 但子民 哪一个不是在国内联赛里声明显和 独树一次的球星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 在原先的球队中是属一属二的核心 然而 新疆的聚心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些球员除了极个别球员外 多数到新疆后都水土不服 打不出原来的身价 这使他们数次在总决赛中杀鱼而归 泛泛的一直背着千年老二的帽子 直到李根与周琦的强强联合 经过两年的努力 在一月到一七三季 终于被俱乐部夺得了首冠 才使得新疆广怀上下松了一大口气 而在外援上 新疆队也是一直 关锁执行非大台不引的巨星政策 从肯娘马丁到帕特里克米尔斯 从亚当斯的布拉切 再到刚刚签约的艾尔杰弗森 全都是NBA级别的球星 现在又清了 新疆队正在中国型的闪电侠韦德非常寄予 此想法可谓非常符合新疆俱乐部的一贯风格 敢想敢干 实际又把握十分恰当 韦德刚显老太 老冬家热火对他是不冷不热 不稳不稳 如今的他在NBA也很难在线天风 甚至联手8亿混不上 但到CBA仍是鹤立鸡群 仍能打出巨星风采 何况闪电下在中国的人气可谓十足 如若他出现在CBA的赛场上 沈旷决不亚于当年麦迪来时的疯狂 新疆队不惜重金强行挖角的做法 像极了西甲豪马的巨星政策 用巨额的钞票组成巨型的战舰 他们没有重点培养自己的本土新星 新人能打出来的太少 即便是现在国家队中打得风声垂起的阿布德沙拉木 在俱乐部中也得不到稳定的上场时间 如果紧靠雇佣军的模式打天下注定不会长远 希望新疆广惠废虎俱乐部要从长进一 长远规划自己培养有天赋的青年才俊 让他们成长为真冠夺亏的超级明星 也为国家输送美国争光的栋梁之才